OK, I'm just so thankful that Pastor Joseph has once again extended his invitation for me to come and have this privilege to serve you all. 很感恩能够再一次地回到你们当中,以神的话语来服侍你们。 Although I'm not very close to you all, not very close to you all. 虽然跟你们并不算是很亲近。 不是很亲密。 很亲密。 我是很近了啦。 口水都可以到你们那边。 But I already feel very at home when I come to this place to worship God. 那每一次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我都感觉非常非常好像在家里面一般。 对啦,他那番语的最好,家。 It's like coming home like that, you know. 是的,再回到神的家,回到自己的家。 Obviously sometimes church break is good. 当然教会大是好。 But problem also very big. 那当然大也有他的一些问题。 And then a lot of people you don't know them. 很多人呢,你就不能够认识他们。 Everything is very superficial. 然后很多时候可能是很片面。 But in a more family-like church, you feel very warm, you feel very accepted. 那在一个很家庭式的教会里面,你感觉非常的温馨,感觉彼此的远啦。 And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hat, you know, just to encourage you that, you know, during this Covid, God is still a great God. 那虽然是在疫情当中,但是我们的上帝仍然就是全能伟大的神。 就是在疫情当中我们无法飞到国外。 那这也不完全真实。 Physically, I didn't fly. 就是身体上我们不能够出国。 But in the spirit, I fly everywhere. 但是在灵里头呢,四处游荡。 You don't ask, how did I fly? 怎么飞呢? OK, I did some online, you know, kind of sharing in Xi'an. 那藉着这个网络呢,我可以分享教导。 我在 Xi'an啦,他们就做分享。 就是像 Xi'an的弟兄姊妹来做教导的工作。 你要 Xi'an在哪里吗? Xi'an在哪里? Xi'an在哪里? Xi'an是在中国咧? 在 Sail's Wang的军丫泰 Tarakota waar… naa… And I was doing around Zoom teaching to the churches in Dubai. 另外呢,也透过Zoom我可以向- 我刚刚教了四个星期六,凌晨十二点教导,凌晨两点半。 他们不累,但是我很累。 然后我也向马来西亚来讲道。 怎么做呢? 就是把我的信息录下来,然后把录像寄给他们。 明天我会教导一些来自越南、缅甸、尼泊等地的那些学生。 那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我要鼓励的就是我们的上帝真的是远超越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现象, 然后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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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现象。 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环境, 可能我们有点灰心, 我们觉得,哎呀,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做。 但这并不真实。 这过去的一年。 那现在呢,我可以向国外讲道, 而不用付那个飞机票。 也不用来收拾我的行李。 能够留在家里头。 那上帝真的是全能伟大。 的确,上帝是我们的供应者。 我作用你的服务 słuiskt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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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给你们信息就是从耶和华以乐到生命的粮。 我们先来读中文的好不好 英文的人就不要读 因为英文的人都很厉害的 我不就是说中文不厉害 其实英文的人都很厉害 创世纪第二十二章 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开始 从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 他就说我在准你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身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莫利亚地区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凡击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 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 也辟好了凡击的财 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第三日 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 我与同志往那里去拜一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将凡击的财 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 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 于是二人同行 以撒对他父亲 亚伯拉罕说 父亲啊 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 以撒说请看火与财都有了 但凡击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 做凡击的羊羔 于是二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 把财摆好 捆绑他的儿子以撒 放在坛的财上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 要杀他的儿子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天使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 不给我 哈利路亚 哇 牧师的华语棒咧 我读得很顺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读到这么顺 才有选中人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故事当然我们 我们很熟悉 你也许听了很多很多篇这样的道 对吗 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些 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过的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从耶和华以乐 到生命的梁 我们要从旧约读到新约 我们要看见就是 他不只是要供应我们的需要 而且他本身就是我们的供应 那他供应我们的需要跟他本身成为我们的供应 这有一个差别 那他供应你就像你有一个卖杂货的那个店铺一般 那神成为你的本身成为你的供应 就例如你本身就拥有了 这极大极广阔的这个牧场 那用有一个极大的牧场 表示说你有那个 哦 无止境的这个供应 相比之下 那小小的杂货布 就无语比较 那首先我们要看神如何成为亚伯朗的 哦 耶和华以乐的神 因为有一天 上帝吩咐亚伯朗要做一件 真的是很艰难的事情 就是把他的独生子以撒呢 献上成为凡祭 那要献上自己的儿子容易吗 那你听起来说 哇 这很可怕 上帝要我们牺牲我们的孩子吗 对了 不是可怕 还恐怖啊 的确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上帝如此的吩咐亚伯拉罕呢 那实际上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上帝是禁止呢 人们把这个孩子呢 来献上给那些神 那这这时刻呢 可能亚伯拉罕 他真的是头大了 为什么头大呢 你可能知道为什么 他说很明显 他唯一的儿子 和他亲爱的儿子 那这里说的是 他独生的儿子 而且是他所亲爱的儿子 那假设如果他有十个儿子 放弃一个或许还可能 对吗 因为以前 因为我妈妈的情况 我们有六兄弟和姨姨 那以前呢 我本身有六个兄弟 六个姐妹 不是六个兄弟 六个姐妹 那家起来十二个 六个兄弟姐妹 那假设呢 这六个兄弟姐妹 其中一个不在了 那至少还有另外的五个 六个里面少了一个 那对亚伯拉罕说呢 却是唯一的一个 那当神路是吩咐他的时候 他是否愿意呢 那第二个字眼就是爱 如果你不爱这个孩子的话 可能你恨不得他快点死 但是你所亲爱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对亚伯拉罕说 这是何等 哪里遵守的一个命令啊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这里没有记载 那就是还有 他的妻子 沙拉那一面又怎样呢 不知道他有没有告诉沙拉 那圣经没有提到 我在想可能他没有告诉他 为什么呢 如果他告诉沙拉的话 他会怎样回答呢 他可能会这么说 就是除非你跨过我的尸体吧 你先把我献上吧 然后才献上我的儿子 那可能呢 亚伯拉没有让他的妻子知道 所以他就带着火柴 带着仆人 还有他的独生子 以撒就往山上去了 这就是上帝考验亚伯拉罕 是容易的事情吗 如果今天神要考验你我的话 可能没有这样子的极端 但重点是你是否预备好 来顺从神呢 那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真的是 在顺服中行走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隔天 亚伯拉罕就收拾好一切 大众的儿子呢 就前往上帝所指定的山上了 那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学习 顺服的功课 恐怕他就不能够领受 上帝一切的供应了 顺服呢 带来了上帝的作为 那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 上帝不能够在我们生命里头来动功 当我们顺服 神就动功 那今天同样的 如果上帝吩咐你一件事情 你却不顺从的话 那你怎么能够指望上帝为你来动功呢 很多时候我们说 神啊怎么你不做这个你不做那个 可是神恐怕要问你说 为什么你不顺从我呢 那我们的不顺从呢 就会限制了神要为我们所做的功 那如果我们来顺从神的话 那我们真的就能够大大的领受 神为我们所动的功 那这里呢 如果我们继续把这个故事读下去的话 你就会发觉到上帝不只是为他提供了 一个替代以撒的献祭呢 而且呢神还要为他行一件大事 第二件事情 Abraham did not know how God would provide but he believed 虽然亚伯罗不知道上帝要怎样子的来供应 但是他仍旧相信 Now we cannot say until I see then I do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我看见了我才去顺从 你看见了你就不需要信心了啦 If you can see you don't need faith to believe Now I can see English Chinese Now it's a long time we work this way Let me see If I can see God I believe God 很多时候我们说 我看得见上帝我就相信他 你看见神你就回天家了 If you see God maybe you're in heaven already 所以亚伯罗必须相信 并且有信心的行动 And Abraham believed that You know the worst part was that When he was When he after three days He reached about the foot of Mount Moriah He asked the two servants to stay put 所以当他们抵达这摩利亚山脚的时候呢 他就吩咐仆人留在那边 So he transferred the wood from the donkey very likely to Isaac 然后就把那个财呢 从驴的身上移到呢 那以撒的身上叫以撒来背 Now in Sunday school We see baby Isaac laying on the altar 有些时候我们看一些图像 表达好像那个婴孩以撒 躺在那个祭坛上 No, no, no 实际上并不如此 At this time Isaac probably about 14 years old 在这时刻呢 以撒可能已经有14岁左右了 That's why he's strong enough to carry the wood 所以他才能够背起那个财 Abraham is 114 years 那亚伯罗已经114岁 So if anybody had to carry the wood he had to carry the 14 years not the 114 years 那百多岁的人 不应该来背 所以14岁的来背这财 And then Isaac carried the wood And then he walked a few steps 那以撒背着这财呢 走了几步 Then he asked the father 他就问他父亲 This son not stupid 了 这个孩子呢 也不愚蠢 No, dad 他说父亲哦 OK, that is my version Hey, dad We have the wood I'm carrying Oh,我背着这个财 And we have got fire And we cannot see 那我们也看见 这个点火的工具 Where is the sacrifice, huh? 那繁记在哪里呢? Where is the sacrifice, huh? 这繁记在哪呢? Maybe Isaac already got some inkling 可能这孩子已经有一点猜想到了 You know, if you were Abraham How would you have answered? 那如果你是亚伯拉 你要怎样来回答呢? Walk one step, see one step 就走一步,看一步 听天有命 Let it be What? Is it like that? You know what, Abraham? Abraham make a declaration 可是亚伯拉呢 其实做了一个宣告 Abraham said in the verse He said God himself will provide the lamb For the burnt offering, my son 第八节 亚伯拉说 我儿啊 上帝必自己预备 做繁记的羊羔 Abraham is making a declaration by faith 那是凭信心来宣告 God never at any time give him a hint That Isaac would not be the sacrifice 上帝并没有说 并没有给他任何的 奇遇的暗示 那似乎 以撒要成为献祭了 Because the main point of this text is that Isaac will be the sacrifice 因为这考验就是 以撒要被献上为祭 And so for Abraham to make this declaration You see, Abraham's faith in God 所以这里 当亚伯拉如此宣告 表明他对上帝的信心 As I said before Abraham really did not know how God would provide 他真的并不知道 上帝要如何的 来供应呢 You see, Abraham's ignorance does not mean that God is not working 虽然亚伯拉不知道 但并不表示说 神不在动工 While Abraham Isaac ascended Mount Moriah on this side of the mountain 所以当亚伯拉罕跟他儿子以撒 往摩利亚山上去的时候 They climb up step by step 所以一步一步地往上灯 And they climb up from one side of the mountain 从山的一边往上 And this is my version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God arranged the land 神预备了一头羊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mountain 在山的另一边 One step, one step following Abraham's footsteps 那一头羊呢 也是一步一步地 在蹬着山 Abraham took one step The lamb took one step 那亚伯拉罕一步 那头羊也一步 They took three steps The lamb took three steps 他们走了三步 那头羊也走了三步 When they reach the mount The lamb also reached the mount 当他们抵达山顶的时候 那头羊也抵达山顶了 Obviously Abraham was ignorant about it 当然亚伯拉罕事先并不知道 God was working 神在动工 But Abraham did not see Yah伯拉罕没有看见 Today if you obey God And you could not see God working 今天你顺服神 你若也没有看见神在动工 It does not mean that God is not working 这不表示说神不在动工哦 God is working but we can't see 神人就在动工 只是我们看不见 See the faithfulness The obedience of Abraham God correspond his action on his part By providing the lamb Although Abraham and Isaac could not see So when Yabron忠心顺服的时候 上顶呢就为他预备了这供应 And what happened was When he reached the mount He set up the altar I mean first he arranged the stones To become an altar 所以抵达山顶的时候 Yah伯拉罕呢 就捡了那些石头啊等等 就来设置这祭坛 And he laid the wood 然后也把财放在上头 And the Bible says He bound Isaac 然后就把伊撒绑在旗上 Probably he did not carry Isaac On to the altar 我想他并不是他 强行地把伊撒抱到祭坛上 And thank goodness Isaac was also obedient 感谢神伊撒 也是如此的顺服 If Isaac Was an unfilious son 如果伊撒不孝顺的话 On the altar would be Abraham 那在祭坛上的可能就是 Yah伯拉罕了 Hundred and fourteen years old Can not fight a fourteen years old boy 百多岁的可能打不过 那十四岁的年轻人 So thank goodness He was Isaac Not Colin Wong 还好是伊撒 而不是我 也不是Buster Joseph 一定要把他下水 也不是你 也不是我们啊 And Isaac had to climb up The altar himself 所以伊撒必须自己呢 也爬上这祭坛 That's why the Bible in Romans say We have to become what Living Sacrifice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成为活祭 You know what Living Sacrifice means 什么叫做活祭呢 You climb up yourself 就是你自己登上祭坛 Anytime you don't feel like it You walk down 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可能你就自己爬下来了 On that day Can Isaac walk down any moment 那一天呢 Esaac 能不能够自己跑下来呢 我看到我姐妹 你又有 OK And yes and no 是也是否 How Abraham tie him 是看亚布兰怎么 捆绑他吧 But I believe that Isaac could have climbed down anytime he wants to 但是呢 我相信 伊撒要下来的话 他能够做得到 You know our sacrifice has to be a living sacrifice 所以我们的献祭呢 真的是活祭 He has to be willing 我们必须愿意 Not Abraham can force His son Isaac to do it 并不是强 Iapola无法强迫 他的儿子去做 So you see that When we obey God When we want to follow God We have to do it willingly 所以当我们 顺服神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是 心甘情愿 You follow God You obey God Not because what Pastor Joseph said only 所以你顺服神 并不是因为牧师 这么告诉你 Although Pastor Joseph is the head The leader of this church You know And what he said You all better follow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He said only you follow No You have to do it willingly More than you want to be obedient 就是我们 Oh 要甘心热愿地 来顺服上帝的命令 Only this kind of obedience Pleases God 这样子的顺服 才会讨神喜悦 It's not because of another person Bin不是因为 另外一个人 It's because I want to 而是因为我愿意 It's because you want to 而是因为他愿意 On that day Isaac wanted to 那一天 Isaac 愿意 And so the Bible says Abraham After all this thing was done He took out his knife And then he Oh no He polished it 所以那一天呢 亚伯网呢 就拿出刀 把它磨砾了 And then he took the knife 就举起那把刀 You have watched Korean show 你有没有看韩剧 Korean drama Korean really drama 所以韩剧真的是很戏剧性 Chinese drama Chinese show If they want to cut Chinese show If they want to chop people's head Very fast one You know 所以可能 那个花语片呢 要杀人的话很快 No the one with hair here No stop You know Then he took the knife When the official throw the ring牌 He just Tong And then one slot 所以那筷子手呢 Oh 砍人头是非常快的 You watch Korean drama Really drama 那如果是韩剧的话 真的是很戏剧化 Before they chop 在砍头之前 Took the knife 拿举起那把刀 Dance 还要进行一场舞蹈呢 I pity the one kneeling down there To be chopped 我在想那个 跪在那边 等着被砍头的 真的是很可怜 Don't know when it's going to happen 在那边 在那边 真的很难煎熬啊 No because he He keep on dancing And then you don't know When he's going to strike 所以那个筷子手 在那边 跳着舞 你不知道他几时砍下来 I think on that day Avran did not do that 可是那一天呢 我想亚伯朗 并没有如此做 He took out his knife 他举起刀 He was about to punch 他就要 要 要 刺下去了 And also like that Chinese drama 然后就好像 华语片这样子 Far away 很远的 You hear the galloping sound 你听见那个奔马的声音 G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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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ing at it 马蹄声 And then Abraham Want to punch And so injured sheltered from above and said, Abraham, hold your knife. 不要伤害你的儿子. He said, now I know that you love me. And then at the time, at that time, It must be that time. Remember the lamb? Suddenly the lamb said, And then the lamb was caught in the ticket. 经文说,那头羊呢,就在那个树丛里头呢,被绑住了. 因为它的羊脚呢,就在那个树丛当中呢,就被纠缠住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那头羊呢,在那边挣扎的. 首先我们不要限制神。 因为神的确可以行神迹来供应我们的需要。 那来是你所出乎你意料的。 那如果他回家,那如果他回家,告诉撒拉的话,那可能撒拉说,还好我儿子回来了。 那可能他说,还好我刀子要刺下去了,可是那头羊在那边。 我正要把刀子刺下去的时候,神供应了那头羊。 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不要限制神的作为。 那这是一头羊。 并不是任何的羊罢了。 那在圣经里头呢,我们不是随意的来献祭。 那你不能够献祭一个有瑕疵的,残疾的。 就是不管是独角啊,瞎眼的。 或是有病的。 而是一个健康的,完全的羊。 而且必须是公羊。 那上帝并不启示那个词的。 而是一头熊的羊。 那今天在这复活节。 什么是复活节呢? 几天前是复活节。 几天前是复活节。 复活节,耶稣钉在十架上。 他的手,他的脚都被钉上了。 然后他的额头戴着一个荆棘所做的冠冕。 然后你看这头羊。 那这头羊呢,就是预表了象征的主耶稣。 那这头羊呢,就在那个树丛中呢,被纠缠着了。 就好像那头羊呢,就带着一个冠冕一般。 所以神的供应是如此的神奇啊。 而耶稣钉呢,就把这头羊献上为祭了。 所以不要限制上帝。 第二点。 上帝供应我们的需要。 那我们更加要看见上帝本身就是我们的供应。 刚才有提到说,为什么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呢? 那上帝也知道亚伯拉罕呢,心中的爱。 那亚伯拉罕呢,心中的爱也必须要有行动的彰显出来。 那你告诉你的妻子,或你告诉你的女友。 那可能你告诉你的妻子,你的爱人说,哦,我爱你。 她说,你娶我啊。 她说,你娶我啊。 你胆哭哭啦。 你等久了。 如果一个人说,他爱你可是却没有娶你,你相信吗? Now, loving by saying is one thing. 那原理上的跟行动上的不同。 When Abraham was willing to offer Isaac, 当亚伯拉罕愿意献上以撒的时候。 Now, God really knows that Abraham loves him. 那如今呢,上帝真的知道亚伯拉罕真的是爱他。 Now, it's different. Because now God can feel it. Now you say, God knows all things. 那虽然上帝无所不知。 Now, knowing is one thing. Experiencing it is another thing. 可是知道跟经历是另一回事。 I told my wife, I love her, I love her. And the last few days, I forget to tell her. Now suddenly, my home not so peaceful. 我告诉我的妻子说,我爱她,我爱她。 然后几天前忘记跟她讲,结果呢,家女就不合了。 等一下要买烧肉回家。 待会可能要去买烧肉。 Now, you see, when you show it. Then, although she said, yeah, I know you love me. But now there are actions to prove to me that you love me. 所以重点就是,这个爱的行动来证明,来彰显。 So, it is important that God knows. Now God said, now I know Abraham loves me. 所以上帝说, oh,亚伯拉罕,我真的知道你爱我, 因为你有爱的行动。 That's not to you that God gave him a second promise. 那刚才我提到的时候,上帝也给了他另一个应许。 He was willing to sacrifice one son. 他愿意献上他的儿子。 His only son. 他唯一的儿子。 Because you're going to read Genesis yourself, okay? God gave me a promise, God said, I will now make you fathers of many nations. You will have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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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y children. 结果呢,神应许说,我要使你成为多国的父, 也就是说,他将会有很多很多的后裔呢。 So you see, when we obey God, 当我们顺服神, You see, the blessings behind our obedience is tremendous. 那我们顺服所带来的祝福呢, 乃是如此的浩大。 And sometimes our obedience, We ourselves are not sure why I want to obey. 那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甚至说, 哎呀,不知道, 为什么要顺服。 But obedience will bring you blessing. 但的确,顺服带来祝福。 Obedient will not restrict God from doing good for you and for me. 顺服呢,不会限制上帝奇妙的作为。 Tell your neighbor, Obedient is good. 告诉你旁边的人说,顺服是好的。 Sacrifice yourself now. 所以现在牺牲你自己。 Okay, now, Jesus is our bread of life, our provision. 那耶稣呢,就是我们生命的粮。 In John chapter 6 verse 35, And then I, I, maybe I'll read now, Pastor Joseph standing so far behind me.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Now, Jesus said, I am the bread of life. Whoever comes to me will never go hungry, And whoever believes in me will never be thirsty. Now, first of all, let me tell you this, That salvation is more than having eternal life. 那我要告诉你就是, 救恩并不仅仅是有永生罢了。 那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有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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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时候你才经历这永生呢? 那这个听起来有点恐怖。 那你去天哪, 那你会经历永生的生命。 那你到天上去你就有永生。 那好像说你要永生的话, 你现在就得死掉的样子。 那现在你有永生吗? 那我们所拥有的永生是如何呢? 你有没有这样子想过呢? 那有什么, 我可能说我想你不犹态, 那有些道理有些道理。 那有些道理有些道理, 那很不算思考。 那说这个经节呢, 所针对的就是永生。 那我并不怀疑这一点。 那我并不怀疑这一点。 那我来说这个经节呢, 那我告诉你啊, 那这个词句 比那时代的更多你会遇妄。 那你要明白的就是 永生并不是在未来将来才有 而我们要明白就是 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永生 那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经文吧 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两岸房来到我面前的 现在你就不积你就不可 也就是说耶稣说 我就是你的供应 当我们决定来跟随耶稣的时候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会得到丰盛的生命 而这丰盛的生命是现在来经历的 现在就要经历 那刚才我提到说 在这疫情当中 神允许我呢 这样子的服侍他 那你仔细想一想 那实际上疫情开始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说 我能够做这些事情 那就是去年年头的时候 我来的时候 那当时呢 一切都很不确定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啊 那当时呢 就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当时呢 哎 看见神一个一道一道 又一道的门会为我藏开 真的是很奇妙啊 的确耶稣就是我的供应 他就是我的一切 他就是我的一切 如果按照自己的想法 哎 那些事情 我们都无法去做也做不到 而的确耶稣就是我们的供应 记得耶稣喂饱了五千人 另一次喂饱了四千人的故事吗 在马太福音十四章 verses 20 and 21 and let me read for you in Mandarin 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十一节 他们都吃 拼结吃饱了 把剩下的零税 收和吃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吃的人 除了妇人 孩子 月有五千人 那这段经文里面描述的 只是计算了那些男子 五千个男子吃了 而当时呢 他们大部分都是结婚的 所以至少呢 应该也是有五千个妇女 而且他们生孩子 而且生的不只是一两个 所以那天可能呢 说不定有两万人 而两万甚至是保守的估计 那如果你看那个邻居 那你看看他们有多少个孩子 对吗 当然不要看 Pastor Joseph 我不知道他有几个 我只有两个 I only have two children 一个女的一个男的 所以好 One boy and one girl Twenty thousand people ate In this story In this story 在这个故事里面 两万人吃了 And then after that Four thousand people ate 另外一次 有四千人吃了 You mean that When Jesus was alive Why would Jesus provide bread? 那为什么耶稣 他说提供粮食呢? 他说提供粮食呢? 你吃饱太空闲吗? 是吃饱太空闲吗? No! He was concerned about their hunger 而是因为他关心他们当时呢 肚子饿了 Jesus did not come just to say I'll bring you eternal life I'll bring you abundant life Then the people will be asking What abundant life? What abundant life? I'm hungry now What abundant life? 那耶稣给我们永玄 但是呢 他也照顾了 我们身体上的需要 Yes now before the service I have a short word With Pastor Joseph 那觉之前 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And I understand that And actually not only I understand I saw from Facebook You know You all do those welfare work You all go and visit The poor families You know In Amorchio I also know I tell you 那我看见 你们在社交媒体上 所看宅的 一些你们在社区 那些低收入家庭里面的工作 谁有说 谁没说 我都知道 So I know whether you do or not 这恐怖哦 这恐怖哦 Now You see Why you all go and feed these old people Not that they hide out But I'm saying this Why you want to do that? 那为什么 你要去 去 来帮助 去喂养 这些年长者呢 It's because you first receive love from God That's why now you want to share this love with them 因为我们首先 从神领受的爱 所以我们要把这份爱 分享给他们 You have abundant life now So you want to give them a little bit of abundance 所以我们拥有了 风圣的生命 我们也要把这风圣传递出去 So I believe that Jesus is not just wanting to give us eternal life after we die 所以我们的永生 不是等到我们死了之后 Jesus is giving us eternal life now 而是现在就开始 而这包括了我们身体上的需要 Our health needs 我们健康的需要 Our financial needs 我们经济上的需要 Every aspect of our life 我们身体上 我们生命里头 一个个方面 Our relationships 我们的关系上 So you see that it encompasses all areas of our life 所以这包括了 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 Therefore when Jesus said I am the bread of life 所以当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Jesus is the bread of life in every aspect of our life 的确它是在我们生命中 各方面的生命的粮 Can you believe that? 你能够相信吗? Because He is not just giving us eternal life One day we will and go heaven 所以祂给我们永生 不是等到以后有一天去天堂 Brothers and sisters Don't worry You and I will definitely go heaven one 那的确我们有着天堂的盼望 But before we go heaven Then this is the problem 那在上天堂之前 在地上如何呢? You want to live abundant life? 你要丰盛的生命吗? Oh you can 你可以的 Because He is our provision 因为祂的确就是我们的供应 See God provided for Abraham 上帝为亚伯拉罕来供应 But then He becomes our bread of life 而且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 And you notice that He is from limited to unlimited 是从有限的到无限的 From big to small 从大到小 From very specific To something more general 从明确的到一个更广泛的 Because Isaac is in a sense You know specific 所以以撒可以说是明确的 And God provided a sacrifice Just to answer that need 神为这个需要供应了 But when Jesus said I am your provision I am your brand of life 而当耶稣说我就是你生命的粮 It encompasses all the other areas 这就广泛地包含了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 Praise the Lord 赞美主 Today we are worshiping a true and living God 今天我们所侍奉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Obviously today is Easter Sunday 今天是复活节 And God is alive 上帝真的确是活着的 We look at this COVID situation 我们看见这疫情的事情 Do you feel restricted? 你是否觉得有限制呢? Are you fearful? 你是否惧怕呢? Do you feel sometimes even despondent? 有些时候你是否觉得如此的消沉呢? But I want to tell you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 God is greater than the COVID 上帝比这新冠病毒还要大 Because I share with you my experience I look at it Actually now I am more busy than before I retired 那现在我比退休前还要忙碌呢? And the only thing no good is that Although I am more busy But now I got no salary 不好的只是现在比较忙碌 却没有收入了 But now I still got happily 可是我很开心的来侍奉上帝 You know the last time I am not happy But now happier 不是说以前不开心 不过现在更开心了 因为以前要看老板的脸色 Because last time I have a boss You know now Who are you? Now my boss is God Now my boss is God You know something that And I look at it Wow, is he God? It's great 上帝真的是伟大 So do not let this COVID make you depressed 所以不要让这病情 这疫情呢 令你消沉 You know God can open New fields New avenu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you 上帝真的可以为你 藏开新的门户 新的机会 He did it for me 就像他为我所做的 I never thought that I can do Wow, see I'm Dubai You know, maybe Indonesia And then Myanmar, Thailand Wow, all countries You never think of 那我的确想不到 能够去向这些国家 这些地区呢 来传讲神的话 And you will look at me 当你看着我的时候 No, only am I handsome Oh, no, cannot say this 除了是英俊 潇洒,艺术,凌风之外 这个把它删掉 Do I look at poor? 我看起来像是很贫穷吗 No, God is my provision 而上帝真的是我的供应 You know, and now I can actually tell you this That I'm still serving God 那我可以说 我真的是在服侍神 And I serve my husband And my wife and myself You know, we serve God happily now 而我们的确是 快乐的、喜乐的服侍上帝 Maybe last time you asked me Pastor Colin Last time, before you tired You serve God Maybe it's because of the salary 那以前可能人家会说 Ah,你是为了兴许而服侍神 I must tell you Last time my salary not bad I must tell you, last time my salary not bad I must tell you, last time my salary not bad I must tell you, last time my salary not bad I must tell you,以前我的薪水不错 And, but now No, it's not because of all that Now I just wanted to serve God 可是我告诉你 我真的是因为爱神而服侍他 And you know it's different 这是不一样的 Because when you learn to obey God 当你顺服神的时候 You know, God can open so many doors 神真的可以为你 藏开这么多窗户 And I challenge you today 今天我挑战你 Learn to obey God 学习顺服上帝 Because as you take one step of obedience 当你踏出顺服的那一步 God will arrange for the answer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mountain 可能在山的另一边 神已经预备了你的祝福 You take every step higher In order to reach the place That God has appointed you 你每走一步 God will arrange the answer To also correspond your steps 在另一边 神的供应也在走着那一步 It was proven in Abraham's experience 在亚伯拉的故事里面 我们看见这一点 And finally 最后 Jesus is really the bread of life 的确 耶稣就是生命的粮 Jesus is our bread of life 祂是我们的生命的粮 And now we have like You know,100 acres of farmland Oh,如今就好比我们拥有了 这广泛无比的牧场一般 Not one small tiny mama store 而不是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呢 A vast providence that is waiting for you Oh,上帝无限的供应 等候着我们 So I hope that This message will bring some encouragement to you 那今天神的话语 来鼓励我们 And you can see that Our reasoned Lord God is a great and mighty God 的确 我们复活的救主 全能伟大 Shall we all rise in 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站立 Well,COVID, I cannot lay hand on you Not important that I lay hand on you You know That is absolutely not important Important is God lay hand on you Amen 是的,神请自得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 I do not know maybe today Are there maybe a newcomer That you have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Jesus Or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yet Anybody? 都是手人啊 Okay Now On the other hand Right now perhaps During this COVID You know We Sometimes we read some bad news You know People lost their jobs Etcetera Etcetera You know Maybe some of us also feel that Financially Or in this aspect Or in this aspect We do have some challenges But today I'm going to challenge you That God is going to meet you At the point of your need 那今天不管我们面对怎样的一个需要 今天我要你来全心相信主 祂真的要来祝福 来供应你的需要 So if you have whatever needs 所以不管你带出怎样的一个需要 I want you to just raise up your hand 那我要邀请你向神举起你的手 And when I pray 当我祷告的时候 And then you just claim God's provision for you 那你来相信 来领受神的供应吧 On the other hand If you have Maybe bodily You have some You know Infirmities Or sickness 那如果你身体 有不舒服的地方 So when I pray Your leg hand On the area That you are affected 当我祷告的时候 你就按守在 你身体 不舒服的地方 If it's not convenient Then you lay hand On your own head 那如果不方便的话 你就按在你自己的头上 And so we are going to pray together And we're going to claim The word of God That Jehovah Jireh is our God 那我们祷告 我们相信 Yeru花余乐 的确就是我们的上帝 And more than that Jesus is my Your bread of life 而的确 耶稣就是 你我的生命的梁 Shall we all pray and listen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You need to raise up your hands Hallelujah 是的 Oh hallelujah Oh I come in the name of Jesus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Father And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是的 Fong to耶稣基督 Oh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字 Hallelujah I release all spiritual blessings To this congregation 我释放一切属灵的祝福 临到这会众神上 Lord you know their obedience 主啊你看见 你百姓的顺服 Lord you know their difficulties 你也看见 他们所面对的挑战 Oh their struggles Oh their fears Oh their fear Oh their fears Oh their needs Oh their needs Oh their pa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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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oday Lord You wipe off the tears From their eyes 今天主啊 你擦去他们 一切的眼泪 Lord you heal them of every sickness in their body Oh in their body Oh在他们身上 挪走 出去 一切的疾病 因为复活的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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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命令一切疼痛离开 I command all the spirits of sickness to depart 一切疾病的灵也离开 I command all those bodily organs and parts that are malfunctioning now to return to normalcy 一切内脏器官呢 也恢复正常 恢复健康 Heal them oh God we pray 医治他们 And Father for those with relationship problems Oh那些面对人际关系问题的 Lord you heal that relationship 主啊你医治这个关系 Lord you cause them to first see their own shortcomings And so that Lord they will begin to understand why this situation happens 主啊你让他们看见他们自己个人所需要学习成长的那些空间 Lord I pray that you will heal and mend all broken relationships 也求主来医治 Oh来恢复那破碎了的破裂了的关系 Lord I pray that every family will be mended Every family's tithes will be mended 我祷告主啊求你来医治每一个家庭的关系 Lord those wavered children bring them back in the name of Jesus Oh那些让子求主使他们回头 And Father I pray for those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career their jobs 我们也为那些在工作上面对挑战的来祷告 Lord I ask that you open doors for them 求主为他们开道路 Lord I pray that you will give them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So that they will perform well in their career 主啊求你赐给他们智慧能力 让他们在工作上有更好的出色的表现 Lord you bless them 主啊祝福他们 You bless them 祝福他们 You bless them 祝福他们 And Lord those wit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主啊我们为那些有经济需要的祷告 We ask Lord that you will release your treasures from heaven Into their lives right now 求主从天上赐下你的财富 领到他们身上 Lord as they obey the rules That Lord when they give you will give them more Than what they would have given you 你却当他们顺服你的时候 主啊你要加倍地来赏赐他们 Lord even when they do not know how And they cannot understand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be obedient to you 虽然他们可能不明白不知道 但是神啊你知道怎样地来祝福他们的顺服 Lord I pray that you will release your riches into their life 主啊把你的财富释放到他们生命里面 First financially 首先在经济上 And to everyone of us Lord that you will release your spiritual riches to all of us this morning 也把你一切属天的财富呢 释放到我们生命里头 Lord this is our prayer 这是我们的祷告 Hear our prayer as we pray Oh 如此地垂听我们的祷告 In Jesus name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nd let all the people of God say 我们一起来说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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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God bless you Amen 感谢主我们给出一个最热的掌声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